俄罗斯人的快乐其实真的很简单 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免费的医疗 免费的教育 其实是他们心态很好 他们经常在我们学校大厅举办一些小活动 比如跳跳舞啊 唱唱歌啊 但这丢手卷俩人跑 我还真第一次见 就这美女这小步伐 我三秒钟给你拿下 有的时候别老说自己不爱玩幼稚的游戏 那得分在哪 如果在这玩摸虾 那你不得蹦嗷嗷的啊 其实有的时候看游戏它不是重点 你就看这一个个 不是一把不是一排排的观众美女 你就说呢不呢吧 活动结束之后也不去什么高档餐厅 就给这摆一趟的桌子 你想吃啥就自己拿 观众也可以吃 其实说实话啊 要是有这样神的美女 我吃个哪吃都行 所以他们干什么不在于条件 不在于情面 只要他们开心快乐就好 就像我们班级的级美们 三个人下课了没啥事干 级本书就给自己玩的老高兴了 成我班这个大级美 干点啥都老卖力了 所以有时候别太在意情面 该吃吃该喝喝 有事别忘心里搁 回家了回家了 今天整停饱